這位朋友保養豬是為了方便來照顧他大人 因為身體狀況沒有到路面層 也需要保養豬 加上不順時在台灣 時間是孤独容易做生到適應性的皮膚炎 就浸潤在水分裡面 在大便跟尿液裡面的時候 他就會慢慢的被侵蝕 侵蝕到最後你就會看到像最後一張 就是有時候他的果皮就會開始有一點點潰爛 然後感覺像就是不是很好看這樣子 其實中心表是說是進行的皮膚炎發生 剛才是保養豬子那些 白色物的污染也是原因 皮膚炎的狀況 選到豬子就要注意到透過性到吸收的性能 皮膚材質外表的話 它是屬於有一個就是塑膠膜的材質 對 它比較不透氣 那相對的這種不織布材質的話 它是外表是呈現的是不織布材質 又是綿柔的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透氣度來講當然是不織布材質 會優於就是PE膜的材質 那還有就是價格來講的話 那個不織布材質也相對會比較高一點 對 是 三國條街球 我剛才要注意到在地區 也要注意到春秋季 在在春秋季時也要注意到 捲齊拉波貼條的六字真言 把你的防漏側邊撥開 因為有時候在你挪動的過程當中 防漏側邊會跑掉 所以最後還是要再進去伸手 把防漏側邊撥開 所以就是捲齊拉波貼條這六個動作 這下日到晚期 第一次掌聲 直播到電台聽講 禮拜時暗時 這點報在南天電視台 第四邊到來報出 這禮拜要請到 既米以下中心 給你領館 分享到 增加雙古和清查 劉主要的議題 歡迎鄉親暗時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